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对比一下11月份发售的三双联名 首先第一双是全智隆联名 第二双是冠西哥联名 第三双是Traviska联名 等一下给你们对比一下这三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首先看一下这双蓝丝绸 它里面的走线是跟白丝绸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白色的羽毛跟红色的走线 看一下这双Traviska也是一样的 全智隆联名 这个双也是一样的 红色的走线白色的羽毛 还有就是代工厂 都是越南的代工厂 都是唯一开头的 这双Traviska也是一样 都是越南生产的 大家都知道越南生产的鞋子做工是比较差的 但是没有国内代工厂做的这么好 首先看一下这双蓝丝绸 这双蓝丝绸的大底 都是有白色的橡胶 跟红色的橡胶底组长 都是表印的 这双全智隆联名 它的大底也是白色的 只不过上面涂了一层黑色的油漆 它下面一层是没有中色的深胶大底 深胶底是不要耐磨繁华了 像这双蓝丝绸跟Traviska 都是有棕色的深胶底 它下面是一样的 上面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颜色不一样而已 看一下这双蓝丝绸 这双蓝丝绸和全智隆联名 都是可以刮开的 它里面都是有一层图案的 像全智隆联名刮开以后 是比这双蓝丝绸颜值更高一点 如果是长期穿的话 就不建议你们拆开了 因为拆开之后是比较难打理的 看一下这双Traviska 这双Traviska的特点主要是这个拉链 它把这个拉链打开之后 里面是这个鞋带 它这个拉链是跟衣服一样的拉链 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上下拉的 像有些fake做的比较差的 就是这个金属它会掉色 就是金属这个地方它会掉色 做的比较差的fake 像正品的金属就不容易掉色 看一下这个鞋头 这个鞋头的皮质是非常远的 它比较远的特点是不容易折皱 它不会像AJE那个鞋头的皮质 是有一点硬的 然后折皱是非常厉害的 这双Traviska搭配是没有像 蓝丝绸跟全智龙联名这么年轻 蓝丝绸我觉得是颜值是最高的 没有刮开之前颜值是最高的 然后就是这双全智龙 这双全智龙联名刮开之后颜值是非常高的 下面给你们看一下这三双的鞋垫 这双是蓝丝绸的鞋垫 这双是Traviska联名的鞋垫 这双是全智龙联名的鞋垫 鞋垫背面颜色都差不多了 像这双蓝丝绸的鞋垫 它的远度是比全智龙联名要远一点 还有这双Traviska联名的鞋垫 这个鞋垫是最硬的 所以说上脚的脚感主要是看鞋垫还有里面的那个气垫 看一下这个白丝绸的鞋垫 白丝绸的鞋垫正面颜色是跟蓝丝绸是不一样的 背面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这个中底 这个中底走线颜色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大底 白丝绸的大底是有一点透明的 白丝绸跟蓝丝绸主要是大底上有一些区别 像鞋垫除了颜色不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的 像全智龙联名这双鞋的大底 上面这个黑色的骑士可以用甲烷可以擦掉的 给你们看一下用甲烷擦掉的效果 这个地方用水第一次洗不掉 可能你们多洗几次可能就会掉漆了 还有就是这个鞋面黑色的皮质是可以刮掉的 刮掉之后这个图案是比较好看的 今天主要是对比这三双鞋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下期给你们对比一下真假对比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真假对比 像之前的热门球鞋都有对比 这三双有出好的版本跟你们一一对比 喜欢可以关注一下